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自平正高中的三拍子游击好手曾子佑 如同外界预测成为中华职棒33年的选秀重园 而他的平正好队友 投手吴宥辰则是在首轮第七顺位被挑中 最后总计有14名投手 3名补手 7名内野手和6名外野手 共30位选手将成为台岗雄鹰建立球队的基石 身为选秀重园 曾子佑坦诚压力当然有 不过他会更努力 向林承飞 江坤宇等平正学长看齐 在梦想成真的时刻 曾子佑想起一路支持自己的母亲 忍不住涌上情势 因为从 从国小我要打棒球 然后他都一直很知足 然后到国中 到国中毕业那时候遇到敌潮 然后不让打棒球 然后他一直鼓励我 然后让我 让我上了平正高中 然后才可以一直进步 然后导信再站在这边 然后被 被球团选中 就是 他真的辛苦 然后也感谢他 我们一直强调说 会把中线的架构先选起来 那曾子佑在各方面都合乎我们的一个 要选的一个原则 所以我们当家当然 从头到尾我们就是 以他为第一顺位 选究状元 那五右城是因为我们 都有一些沙盘推演 如果有五右城到我们这边 我们就会以五右城的优先 前三轮就不错了吧 然后没有想到会那么前面就选到 之前他在母队就平正的时候 他就会带领我们 然后就很希望他带领的那种感觉 然后还可以跟他同队开心 第二顺位的魏串龙 前两轮分别挑了十二强国手 绿美投手林凯威 以及远东科技大学外野手 春季联赛打击王冉成林 总教练叶俊章笑着说 阮成林是他偷偷藏一手的朴玉 阮成林得知获选后也难掩兴奋 没有那么前面 许起现在刚刚很紧张 他讲到就惊讶 天心学长 你来讲一下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很熟 觉得他那个拼劲很棒 我也想学习这样 当然也是 有一直跟经济公司说服 希望他可以回来选 对 大概这样 那他愿意回来 其实对我们来讲帮助是非常大 对 基本上是会放在牛棚的位置 不管是第七局 第八还是第九局 我相信这次会是最重要的时候 会才会将它出来增加 这次的选秀探花是同样平正出品 身高接近190公分的头手黄保罗 最终富邦翰将省进十二人 仅次于台岗雄英 而且各个守备位置都很平均 分别是头手六人 补手一人 内野手三人 外野手两人 曾敬岳学长吧 对吧 感觉他在球场上 处理危机的能力不错这样子 头手这一方面的天花板很高嘛 那身材各方面 加上他在高中 在平正这个高中这三年 都有很优秀的表现 波泰城 我们是把它设定在 应该有可能设定在外野 因为他那时候有来新装跟我们练了一下 他干起来其实是相当不错 刚拿下上半季冠军的乐天桃园锁定 潜力高中生初级 包括第一轮的强大补兽宋嘉祥在内 还有刘嘉祥 江伟伦等两位投手都毕业于古堡加商 乐天总计选了八名球员 清一色都是高中应届毕业生 就跟红玉学长吧 就希望可以跟他学打击 还有守备跟配球方面的一些问题 就在场上的一些领导投手方面的问题 对 因为他是 我们看起来是本次的选秀 最好的舞手 那也具有打击能力 那我们会希望说能够补到一个中线 这个舞手是的确就是我们想要的 统一CVLan师队 第一轮补进曾子佑的好搭档黄永传 渴望接下林靖凯 以防游击之后的二类空缺 至于第二轮林培伟 第三轮林兆恩 也都是统一本来就规划的人选 倒是没料到第四轮还能选到宋文华 到了第四轮宋文华还在名单上 我们决然是调了他 因为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可以极战的投手 那对于宋文华是比较没有 没有他的资料也不知道他的境况 但是以他的来历跟他的经历 是适合在这个顺位 或是我们的台湾的环境 应该是有空间可以发展 进到统一师 又可以跟靖凯学长一起这样 我刚进去他就已经毕业了 就是难得进来统一师队 就是想要跟他讨教就是 守备跟打击跟在球场上 去怎么去应变的一些东西 其实我本来就是有在看直棒 就是国小是因为没有棒球队 所以才去参加羽球队 然后后来就是那个 现在在宜兰交球的那个 内城国中的教员 李宁教员 他觉得我的身材 如果打棒球的话很有机会这样 我的手腕会 手腕蛮灵活的 对啊 去年总冠军中信兄弟 由于这次的学秀顺位较为不利 包括前两轮的旅外投手 郑浩君 徐基林在内 一连选了七人都是投手 不过这并非可以安排的结果 毕竟有在2A 那他有应该有一定的经验 然后球队这边也是蛮推荐的 对 然后我们就后面的顺序是 后来是排在第一 对啊 那其实第三轮也是想要 如果有两位投手的话 第三轮也是想要选野兽 但是真的就是 我们想要选的时候 那几位野兽的排名 比较前面的也都被选走 自己预估是前五轮这样 对啊 就是原本还没选到的时候 那种心跳一直跳 手汗一直出 然后选到那种心这么大 手就放下来 我想要加强 先第一是身体素质 因为要应付一整年的球迹 再来就是把速度跟标划球 都把它提升这样 还有稳定性 这次选秀有不少好手 家人就是职棒前辈 选秀会当天的讲评 签兄弟向捕手陈瑞昌 儿子陈珈乐毕业于平正高中 他在第二轮第一次顺位被挑中 将披上乐天桃园队战袍 另外新北和联的持恩奇 是中信兄弟中继王吴俊伟的弟弟 渴望成为富邦汉将需要的游击战力 都是他跟我讲平常性 因为但是明明就是他比较紧张这样 不管好我的坏的 我都是会把它转成 就是我打球的动力这样子 虽然听得会可能不舒服这样子 但是打球就是这样 因为球迷又喜欢你的 又不喜欢你的 难免会有一些话 但是就要把它转成动力 因为我很想跟他 就是打他的球 所以不太想跟他同队 有时候假如我境况不好的话 打给他跟他聊一下 他就说不要想太多 今年选秀会 泰纲雄英带来新气象 不止185人报名 并创下历史新高 最终74人获选 同样写下历史新游 在大批胜利军加入之后 新朋友泰纲雄英的成员样貌 也逐渐被勾勒出来 中华职棒未来将呈现怎么样的样貌 让人更加期待